郡主抱着一件男人的披风 发了一早上的呆 这披风还不是咱家三少爷的 身为郡主 怎么能干这种荒的事 这要是被三少爷知道了 那该做何感想嘛 来 郡主来了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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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事 你这看看 你 你拿着别的男人披风的事情 整个美府都知道了 你们知道 这件披风是谁送给我的吗 是叶灵霞 这上面 还残留着他的气息 臭臭 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 叶灵霞 储暴安良 匡复正义 人又浪漫又体贴 不愧是我仰慕已久的人 那个叶灵霞 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我看他呀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无知少女 你可以侮辱我 但你不可以侮辱我的偶像 偶像啊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我 少爷 您京城的朋友方文怀特意来访 她来 她的妹妹 已经在内厅了 方兄来了 快到过去 好 好 京城的人来了 他们多半都见过郡主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否则就穿帮了呀 方文怀 我记得王爷 跟方家没有什么来往 应该没事吧 什么玩意儿 我记得好 是啊 我记得好 怎么吃 我满腿